这里就是讲讲MC的技巧 现在第一招就是关于substitution 这个技巧好的地方就是 无论任何的trickle expressions 或者代数的损失 你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做 不过缺点就是会慢一点 但优点就是一定做到 你去看着 通常这些题目的格式是这样 会有一堆的损失给你化减 无论是代数损失 分数或者trickle的损失 他会叫你化减做ABCD 以下四个答案的其中一个 其实你可以想象成什么呢 既然他能够由这堆复杂的损失 化减做下面四个答案的其中一个 即是他给你恒等式 恒等式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X或Y的代数 无论你代什么数字 答案一定要符合 左右两面的数值一定是双等 那你拿着这个原则 其实你可以代X是任何的数值去处理 比如这条 就是有个分数 要你化减做四个答案的其中一个 只有一个是对的 那我们就试一下 代一些简单的数字试一下 开头代0 代X是0 这个损失度 就是1over3乘0加7 即是七分一 然后减 接下来就是1over3乘0 这个是负7 按下来就是7分一 减负7分一 就是14分之一 不是14分之一 是2over7 好 那就是说 你只要代X是0的时候 你会计到这个损失应该是2over7 你就在下面这四个里面 代X是0 看看是否计算2over7 当X是0 即是这个没有了 就变成14 over49 那就等于2over7 诶 中了啦 那是不是立刻圈A呢 不要这么心急 你要查其他BCD 因为有可能你选择的数字太简单 令到你计算到BCD的答案 也有机会等于2over7 你要确认四个 这个是substitution技巧的最重要的一步 不要这么心急 说出到一个就立刻圈答案 你要查其他三个 譬如X是0的时候 你代下来就是-14 over49 那就是-2over7 那就有不同了 到C 当X是0的时候 你发觉最棒了 分子计算到是0 0over7 0over7 这个是49 那也是0 D又是 当X是0的时候 你发觉分子就是0 分母又-49 那也是0 所以在这里你看到 这里四个答案里面 只有A和你原本的答案吻合 所以答案就是A 这里顺带一提 你会发觉到 如果你选择的数字太简单 有某些选择 会有机会出到相同答案 例如C和D 所以这里建议 你用代入法去做MC的时候 你就不要只代0 1 -1 这些简单的数字 例如你代些复杂少些的 例如1.5 2over3 11over7 甚至你 你得意 你代个pi 也可以的 没所谓 不过这一条 就只是做个简单的例子 就试试代X是0 给你看看的技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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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